康瑞颱风即将来袭 也让不少渔民叫苦连天 直说才送走山陀颱风准备要出港 没有想到又有颱风要来 心情超郁闷 而烦恼的不只是渔民 还包括五月天的粉丝 和花莲的观光业者 因为康瑞颱风来势汹汹 唱片公司宣布 确定取消周末的公益演唱会 不少饭店业者也忙着处理退访的订单 至于宜兰 水利数已经安排三台移动抽水机 安置在西州排水排 要预防淹水灾情 渔民们哀声叹气正准备出港 没想到台风又要来了 无奈至于手上的动作还是不能停 用力拉紧绳索固定渔船 毕竟已经无法补鱼 更经不起其他财损 心情郁闷的恐怕还有五月天的 五迷们和花莲的观光业者 施工人员忙着拆除棚架 因为五月天公益演唱会确定延期了 唱片公司脸书发文好事 值得多点时间等待 因为康瑞台风来袭 为确保所有人员安全 审慎评估后三天演出全数决定延期 粉丝难掩失落 而观光业者也是大受打击 目前来说所有花莲旅馆都会免费为各位延期订金 旅宿业者提出备案 希望旅客保留订单不要退房 就算观光已经深受影响 房台准备还是不可轻忽 工作人员急忙修剪露树 预防风雨侵袭 农民也在抢收稻米或者其他农作物 像是三星通等等 另外宜兰也出动多部抽水机 预防淹水灾情 就怕康瑞台风带来的雨量又造成淹水 水里鼠在南洋溪西周排水门 设置三部移动式抽水机 搭配水门操作加速排水 就怕台风来临时能够减少灾情发生 记得众好报导